国际雨联超级1000全英公开赛第二日的比赛 成为了世界冠军的噩梦之日 比赛冷门不断 多达6组世界冠军暴冷出局 非常的不可思议 其中最强的徐仔双线暴冷出局 徐承载江敏赫在南双比赛中 0比2不敌任祥宇何继婷 惨遭一轮游混双中 徐承载蔡右听0比2 暴冷不敌叶红卫李嘉欣 惨遭一轮游 女单比赛中 世锦赛冠军因达农和奥远希望分别不敌金家恩和戴姿颖 首轮出局 南双比赛中 世锦赛六冠王阿山亨德拉0比2不敌兰吉雷蒂泄体 这三场比赛还可以理解 毕竟对手是超一流选手 混双比赛中 世锦赛冠军德刹波莎希利表现不佳 1比2暴冷不敌陈唐杰杜一维 上周刚刚击败了世界第一亚斯 本周一轮游 德莎的状态也是民一般的 中国羽毛球在第二日的比赛中取得9胜4负 成绩大致都在意料之中 但也有意外之喜 不过今年的全英赛有些变味 一方面是前一周多了一战 Super750的法国公开赛 使得选手们特别疲惫 另一方面今年是奥运年 近两届的奥运年全英公开赛冠军 大多都没能在那年的奥运会问鼎成功 有的甚至是早早出局 主要原因 首先是运动员上半年的状态调整得太好 容易在七八月份状态回落 其次是心态因素 夺冠热门压力总是要大一些 而且被其他选手研究的更多一些 在全英赛第二日 史与奇对阵丹麦选手杰姆克的比赛 应该是球迷最关注的比赛之一 最终史与奇苦战三局胜出 杰姆克在德国获得亚军之后 在法国公开赛选择了退赛 准备了一周时间恢复 来对付史与奇 而史与奇则上周问鼎冠军 到了博明翰参加全英 可以说周车劳顿 各方面状态明显不佳 从比赛过程中也可以看到 杰姆克像是打了鸡血 但最后史与奇还是撑住了 第二局惊险拿下 决胜局 双方的争夺依旧很激烈 当史与奇以14比12领先时 史与奇申请了医疗暂停 随后医护人员入场用绑带给史与奇的右手无名指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由于手指受伤 史与奇出现了一些失误 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 史与奇逐渐适应 最终决胜局关键分逆转 赛后采访 史与奇也表示自己失误有些多 步伐有些沉重 但是自己进步了 因为像过去可能很快结束了 自己最后还是坚持住了 另外史与奇表示场地有些滑 对手也经常在擦鞋 像女双比赛中 同样连续作战的贾亦凡还扭到了左脚 但最后还是拿下了对手 如果真的有伤到 也希望运动员不要硬撑 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 退赛大伙都能接受 陆光祖和昆拉伍特的比赛 输得有些可惜 其实后两局也不是没有机会 但明显能感觉到陆光祖有些跟不上 失误增多 特别是决胜局 打到最后 只能依靠杀球拿了几分 完全磨不过泰国小将 何继廷任祥宇 在南双上取胜韩国组合 徐承载江敏赫 可以说是第二日带给球迷的最大惊喜 不过任何表现应该算是重规重矩 但对手连续两局状态都是维持了一半 后面就大崩盘了 很明显徐承载不在状态 包括和蔡佑丁的混双 也是很低迷 不知道是真的累了 还是不想进入奥运年全英冠军的魔咒里 状态同样低迷的 还有日本选手奈良刚攻大 也有球迷表示 奈良刚经常以赛带练 但是昨天的比赛放得太多 后面追不上了 李子佳在法国公开赛一轮游 本周迁运也是十分糟糕 在取胜奈良刚攻大后 第二轮将站落建有 第二轮将站落建一轮游